然后这个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会爆啊 我们会第二波再爆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我要给大家看这边 我时常讲这个东西的很重要的 你要相信 每一个人他都有起有掉的 一定有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上的 包括我本身我也是没有完全上 你看我的graph到今天 从1月到9月 他都是有上有下的看到吗 不过你会发现到 他都是这样子的 他一定是三个不好六个好的 明白吗 三衰六旺 就是你要去相信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东西 你倒反来想的话 他也会倒反的 你变成六衰了 你明白吗 所以每一次 为什么我们会抓到 这个三衰六旺这个东西 然后跟大家讲 因为每一次 当我的业绩在掉的时候 我业绩在掉的时候 我就准备好饮节 好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上的 但每次一掉我就在准备好 我要饮节好的东西 才上 所以现在这个是第三调 第三调 那么第三大调 我会饮节再过 再来的 另外的 三个 就是再好的东西 会再来 OK Double 可能会这边再爆 爆上去 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可怕的 你要相信这个东西 我是很相信的 因为我们的Kicks Up很成功 OK 那么以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 我的GLT 那么今年 10千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再往 EGLT 12500 去进行 OK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第二个东西 我要分享的 就是很好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去把 业绩 Malaysia跟我们的业绩 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这些掉一点 因为那个产品 Limit 很多人 遇到问题 买不到product OK 不过这个问题 一解决之后 我们就迎接 另外一波的爆发了的 OK 然后我在这个 Art of War里面 我有讲到这个东西 五大系统 OK 因为这个我在马来族 我有讲 所以我不懂 华人有没有进到来 如果你进到来 不用紧 你也再听多一次 OK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系统啊 系统啊 你不要小看 因为系统会让你 省下很多功夫 省下很多力的东西来的 我们实际上讲 借力 使力 少费力 其实那个力 要借的就是系统的力 那么我们有五大系统 其中一个系统 叫做表格系统 那么这个很久都没有 很久没有 多少人会去落实 这个东西 OK 我记得我开始 做Forever Living 为什么我很快 OK 我大概我两个月 我就约了50个人 我就开了 14多个VIP OK 然后呢 又有六个哦 会开始 一人会开始 往下去做的 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 我的所有的名单 我写在我的推荐表格里面 我全部都有沟通卡的 我的人哦 每一个哦 都有record的 所以我upline跟我谈 case 很容易谈的 因为他都知道我的人哦 是什么背景 全部我写完给他 那么我也有这个customer record record记录表 就是customer 几时买什么东西 几时跟我买 OK 都会有repeat order 全部都在我的掌握当中的 全部在我的掌握当中 然后我也有组织图 我会画我的组织图 然后组织图里面呢 我们也要把它哦 把它我们讲分类出来 OK 5cc啊 这个什么啊 5cc做到5cc的 然后做到supervisor的 然后做到AA的 Alo Ambassador的 我们把它分类出来 你就不要容易掌握 你的cc来源怎样来 你就不要容易去达到你的F2D OK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最后就是这个梦想版 一定要做的 OK 我昨天我去 我看回我的以前的back啊 我AK是back 一开出来哦 我看到我那个照片 哦 就是我第一辆 我在路边 我看到的Mercedes 我把它拍起来 哦 就成为了我的梦想 那个照片哦 在我的家 在我的床旁边 在我的这个汽车啊 汽车就是在上面啊 那个顶住太阳那个东西 我连在那边的 一孔灯 我就拿下来看了的 然后另外一张 这张我拍照的一张 那是在我的A case bag里面的 我每次我一开我back出来 要拿资料A的 我就看到我的目标了的 我的梦想在那边 OK 所以我每个地方 总之我每天会接触 会看到的地方 我都会连我的目标在那边的 然后当时很多人笑我 因为他们不懂梦想版的重要 他们不懂哦 这个啊 目标势力的重要性 所以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目标哦 在很短的时间哦 五年里面哦 80%我的目标都完成了 OK 那么今天当然所有的目标 我们都完成了哦 那个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现场哦 你们有一些是新人来的 我很鼓励你们哦 一定要做你们的梦想版 哦 因为这个是一个推动的 你问我 有没有科学遗迹这个东西 是没有的 OK Law of Attraction哦 吸引法力哦 是不需要科学的 OK 它就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信念的 它一个信念 哦 当你在想这个东西呢 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吸进来 OK 就是这么简单 OK 科学是解释不到这个东西的 你相信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 很好的见证来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好 这个就是我的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定要好好去应用它 OK 好好去应用它 而且记住 我们已经跌一跌哦 会开始来了的 所以大家要先注意啊 要开始注意第二波 第三波 我们的爆发 好不好 OK 所以首先呢 这边呢 我会先开放哦 因为我们有些人已经棘手了 要分享了 来 我们第一个棘手的是 Nana 来 Nana 哈喽 大家早上好 为什么会第一个棘手 其实是因为我昨天 因为我棘手了 结果没有棘手 我就在那边等 所以我要唱第一个棘手 然后我想发表是 今天觉得很感恩 然后感恩自己活着 然后感恩可以在 forever 然后很开心 然后很期待 今天没有那么紧张啊 很开心 然后第一件想分享的事情是 转机出门 然后就因为现在已经是比较好了 我就开车出去 结果就是东西掉 然后就看着去 结果就掉进那个笋钩里面 然后就踩油 踩油 结果前面是有那个很大的石头 不能去前面 但我就reverse 前面不能走 但我走后面没有关系 我就reverse 结果后面是一个大水沟 然后反而是没有掉下去 反而是我就开始导人求救 反而是吸引到很多人 我讲 哇 人 人还开始作战了 那种感觉 反而不是没有在想 发生不好的事情 下来说很感恩是 好像被保护这样子 就觉得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摔车 有一点的话 可是反而吸引到 因为 开局没有再击打了 所以很多人认识我爸爸 通过爸爸认识到我 这样子 我觉得 就比较容易变成 attention secret 这样子 OK 吸引到我要的 赶过来 可以把更多人了解 到我觉得这个蛮好 然后 像Paklice 都讲到那个 三摔六摩 真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就是 早上 昨天的时候 早上就有那个 product掉下来 就是 有多人可就裂掉 我说 没有关系 可以变成 也许我可以换成 切成小块 分给我的customer 这样子 我把变成 想好的以前 可能会比较负面 想哎呦 不好的事情发展 可现在反而觉得 哦 没有关系 我觉得很开心哦 然后 每一课都要学到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 争理回 因为车子坏 关系 我开始争理回 以前 有从上课到现在 拍下来 资料 然后我看到是 好的东西 一句话是 Great things never come from comfort zone 因为我看到一路走来 我学到很多东西 还可以一直在突破 我真的是觉得在Forever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然后还有好消息是 然后还有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我看到 不是我一个人在成长 还有我的下县门 他们也是一直在成长 虽然没有很多一两个这样子 可是很开心很感恩啊 虽然只有二手心 可是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每一个人这边一个去学 我虽然学很慢 可是我没有在停止学习 这个步步走很重要 然后第三件好消息是 爸爸的脚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他就是设置一点点的密度 然后一开始是家人都不相信 到我妈妈开始相信 因为我给他喝啊 然后我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是我偷偷在帮我爸爸的 然后他原来 我下期是要分享 看Flag就分享 然后他就看到的是 他自己说出来 原来他是看到我爸爸的脚好起来 才愿意去使用那个 Frival的产品的 我说哦 原来他们终于开始接受Frival了 就是好像任务性无神啊 每一个我做的步骤 不是没有什么看不到的 他是有的 还是学拿一点时间 然后很感恩哦 还有很感恩上线帮忙啊 还有上线门 还有你们每一个人 好谢谢很感恩 OK谢谢你 所以Nana你是在Allostar吗 现在 对对 Allostar那边情况怎样啊 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们要小心哦 你们在Allostar的哦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比我们开始 最严重的时候 更严重哦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讲 你要把它看很positive 因为我们开始爆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COVID-19开始了 那么他现在又再来哦 那么也是会有 应该会lock down了 我觉得GEDA那边 应该lock down了 所以lock down的话 就是大家会更多时间 在家里哦 就是也会online 你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 我们开始宣传很多人 就是在lock down的时候 那么一开会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跑去 就慢慢又放松 又没有在做这个东西了 所以现在哦 这样子的话哦 不好不一定是不好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哦 当lock down大家在家 就快快在online那边 开始去sponsor sponsor更多的人了 好不好 OK 好 谢谢你的分享啊 OK 来 Next 我们有美红 来美红 Hello 大家早安 三个心情哦 就是很兴奋 还是有紧张 但是没有这样紧张了 想起昨天更紧张 然后还有是要感恩哦 感恩就是每一天 都是有这么多的 那个精英啊 领导啊 来陪伴我啊 真的是 有你们的陪伴哦 我还才可以 每一天这样走下去 因为什么这个陪伴 其实不管 恩好坏都好 陪伴其实是很重要的 给每一个人都是 因为我想着 如果没有你们的陪伴 没有这一个 每一天的早会 我觉得我会很快放弃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方向 所以这个是我最好 跟进的一个早会 然后也是这个 BOI933系统的 其中一个 可以带领我们 更加好的一个路线 因为好像 师傅每次讲的 没有捷径的 这个是最快的捷径 让我们提升自己 所以我要分享的 其实也蛮多啊 今天也不是讲三个 首先就要是分享 我的C9 我也是刚刚做完C9 那天星期四 是最后一天 然后也是我 第一次挑战自己 做C9 也是因为那个 Yuzelinda的关系 然后就是从这么 肥胖到可以这样瘦下来 然后在健康方面 然后都 给我到很满意 然后也是想去尝试 因为之前不敢尝试 因为我就是很爱煮 很爱吃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不能顶 两天没有吃东西 但是 也谢谢我的老公 陪伴我 因为他也是做第二次C9 然后我也成功的做完 也成功瘦下了 3.5kg Jeky也跟你一样了 真的 我虽然不是一个 很肥胖的人 但是可以瘦下3.5kg 真的是给我一个 很惊讶 那个kg 也可以下到这么多 但是我的肉也没有 瘦到 也没有看到我整个人 真的很憔悴 很瘦小 没有 我还是这么健康 反而越来越健康 也不会觉得爱睡 还是什么 我是觉得 是真的是从这个 C9那边 带给我更好的健康 然后我是会 在这个星期 可能就会去做 我的假装线检验 我看有没有掉 因为我有D3D D4D SH的 然后之前是 我其实15岁的时候 我就有做过手术 然后医生就叫我 一定要吃药 但是我就是 很不爱吃药的人 所以我很不喜欢药的 我就没有吃药很久了 但是我去follow up的时候 就没有吃药 我的指数也没上 但是医生 每次去follow up 他一定叫我 你一定要吃药 一定要吃药 我就觉得 这些医生神经病的 为什么我没有了 还是叫我吃药 可是我就是 跟我自己讲 我没有病 我为什么要吃 我已经切除了 然后为什么我要去吃 我的指数也没有高 然后我真的是 在15岁过后 我有follow up几年 然后几年 我很频密的follow up 但是我的假装线 指数没有上到 都很美 所以我就没有吃 到我5年前 在我怀孕第三胎的时候 我的假装线又来了 其实不在我 知道的情况下 是我妈妈告诉大家 你好像颈像 又在肿起来了 有没有去看医生 会不会是 假装线再回来 还叫大警报 我讲不懂 然后结果有一天 我就去院了 是真的 指数三个又在上了 已经超过 Ataspaga了 不是很严重那种 但是就有症状 医生就叫 给我开药 给我吃 叫我吃 但是呢 叫我每一天 要吃一粒 我还是那种 不喜欢吃药的人 有时吃 有时没有吃 然后到我怀孕 第三胎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药你不能吃 我开另外一种 对胎儿会比较好 因为假装线 是我们荷尔蒙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没有 再次要有时 然后我更加不喜欢吃 那时候 到我去年的时候 还没有接触到 那个Forever Living的时候 我的第三第四的指数 有下降了 OK了 但是DSH呢 没有变动 还是在那一边 所以我就觉得讲 自从 Mona推荐我过后 然后我们也是尝试 就说讲做不成生意 我们就可以去吃健康 所以我就一直用到今天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C9 我想去做一个检验 所以我做了检验出来 看怎样 我再跟你们分享 然后在C9间中 我有吃到有状况 就是我起红疹 是疹生的 痒到我不得了 然后我就直接Message给师母 我就问师母 叫她Advice我应该怎样 她就跟我讲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必须查Aloe Vera Jelly 查Propylis Cream 然后还有Aloe First 然后过后 还有跟我讲一个 Massage Heat Lotion 因为我就觉得 她给我的认知是 我们是推拿 用的吗 Massage还是哪里酸痛 就可以apply 但是我就往往没想到 我这个红疹 很痒都可以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是 痒到别大汗 我用了Jelly也不能 我用了Propylis Cream 加Jelly也不能 然后Aloe First也不能 到最后我就 就用那个Massage Heat Lotion 我apply上去 感觉到烧烧 我就讲惨 很深烧烧 我怎么办 可是我就坚持 给它熬过去 到过后是冰冰凉凉的 哇 给我感觉到很舒服 结果我那个Aloe Vera Jelly 我就不用了 我就全部用Massage Heat Lotion 哇 感觉很好 然后我到第四天 这种疹 才就好玩了 大概有剩下 整十八仙 这样我就慢慢给它消退 我又没有再擦了 所以我才知道 经过这个吸奈 我才知道 原来有一些东西 我们认为不能的 它是能的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 每一个产品 真正的用法 所以经过师母跟我讲过后 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学会到一样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人了 所以我就跟 刚刚好那一天 我回去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讲它有一个Lotion 你要Massage 改次可以用那个膏 不只是这样 我讲改次你有氧 我讲你可以查 我就跟他分享 我的那个过程 养的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 这个吸奈 所以最重要还是 下了三点 我KG真的是很高兴 然后第二样 我要分享的 就是说讲 真的是正能量 因为前天 进两个prospect 每一个人都跟我讲 没有兴趣 连产品都没有兴趣 就讲 我要使我找你 但是这一些 不打成我的 那一个信念 我的坚信 因为我知道 讲 要谢谢他们 因为给我机会解释 为什么 我一直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就肯定会学会 更加的多东西 因为你越拒绝我 我就会不会到了 为什么 给人家拒绝太多次 脸皮也厚了 哎呀你拒绝就你拒绝 我就这样讲 我心这样想 但是呢 忽然间呢 昨天 就有一个uncle 你知道吗 我很少跟他联络的 几乎也没有联络 然后就下一个message 大姐大姐 你有卖这个卤绘产品 为什么你没有介绍我 哇我看到这个message 哇高兴到我 真的是不得了 我就跟他讲 哎好啊好啊 等一下我得空了 我再会去 约个时间去找你 因为为什么 我最近有上课程 上我的那个孩子 因为我孩子是特殊孩 我就有去上一些 特殊孩的课程 然后我就会 一直在调我的时间 但是也没有放弃 在这一些时间方面 我调你过来 有得空的时间 我都会去分享这一些forever 就好像我去店的时候 因为在店要一两个小时嘛 我现在结果 我就在店 就排座开座子 然后放产品 放我的名片 放我的测量剂啊 什么就在那边 所以人家有来 我的店洗衣啊 什么的时候就讲 哎你们要不要 做一个免费的检验啊 offer掉了 所以我就从这一边 就去跟人家分享 那么我也不想这么多 我纯粹是个分享 那么你们对我的产品 有没有兴趣 你们会不会加入 那个吃吃点 但是最重要 我是给你们知道 我是有在卖这个产品 然后我也给他们名片 所以我是觉得 对我未来会很好 因为我要在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 所以觉得到很高兴 真的是两个不好 一个来没关系 但是这个来 是给我很惊喜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Forever 这么久 是第一次 第一次 听好是 人家自动message 我讲 为什么我没有去推荐他 没有去介绍他 你想着你看 我一直想着 哎呦 我讲竟然真的是有这样 因为以前 我们做的时候 每一天早上 我今天要message给谁 我们今天要邀约人 然后甚至到有时候 哎呀我已经找完了 到底要找谁 要找谁 要找谁 一直想着要找谁 但是你看的 这一些东西 人家有时是在 CCTV这里 人家会来找你 所以这个坚持走下去 虽然是从 5月到现在 区区是5个月 但是你看会有 一个人来找 如果我越做越久 不是会更加多人来找我 所以我觉得 这个路应该坚持走下去 我是觉得会更加多人 会有给我更加多的惊喜 然后接下来 我就是要讲关于 昨天的分享 我真的很震探 为什么我的老公公 跟我讲 你是不是吃错药 他讲 我看你讲 好像今天的分享 好像昨天 不是在分享 好像他们那些 马来领导在讲 一直 创创创 打打打那种 好像有那一种 的那个气势存在 我讲我也是不懂 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哇原来是 这样棒 真的分享自己 也震探自己 要透过自己 然后就是 感觉到好像 越讲 越起敬 越讲越起敬 然后 Sherlene 也笑 谢谢Sherlene 他填了那种 Screen shot 起来那种 人 Thank you Sharing 这些 我就讲 这样多人 因为我也不是想真正去看 你知道吗 所以很高兴 所以真的是 大家的陪伴 我才会有 这样好的 进步 虽然还是在进步当中 但是就是 不要放弃 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跟住这样 因为我也没有别的路走 也没有方向 我必须要怎样 所以唯有这个 拉着我的信念 让我坚持走下去 不管走快 走慢都好 一定要把它走完 走到我上到舞台的那一天 但是我觉得 当一个人 上到舞台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知足的 因为人是不知足的 真的你今天 拿了100块也好 拿了800块也好 你越想 我要拿更多 要拿更多 要拿更多 所以当你上到 我觉得 因为我还不明白 因为我还没有到manager level 我还没有去想到 这么有什么CBN BN 什么这样的N东西 我就觉得那个M 就代表money了 给我是代表money 我就是要去拿而已 但是呢 但我还没有了解之前 我想到 当我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知足的 因为为什么 当一个老板赚钱的时候 他没有想着讲 我要赚100万就好 当100万出来的时候 我要把一个100万 再去投资 我要赚300万 所以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会是这样 不会知足的 肯定会一直有一直有的 所以我就觉得讲 很好玩 为什么会一直去寻找 会一直去挑战 然后会一直想做 这样 失败的话 一直想 我一定要找到 因为我现在信念是讲 人家reject我 我就想 我即使要找到一个 可以跟我签的 即使要找到一个 所以一直会去追 所以为什么会坚持 就是我一直追 一直追 不管有进 没有进 有买 没有买都好 就是一直追 一直找 我肯定会觉得找到我自己 然后呢 我就要跟你们分享 是这样 为什么我还是坚持到今天 还是不放弃 每一天就是在那边 讲讲讲 跟住一个电脑 然后连前面就是打斗 师傅 但是我还是讲 为什么 我就是要讲 为什么我相信有一天 因为现在没有人跟我 没有人跟我一起 做我的生意伙伴 去跟我一起成长 一起去做 只是会服用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一直在讲 我希望有一天 真正是参与的那一种人 我有发给他 那个link的那些人 会进来 一看到我 一讲得这么棒 可能他会跟我 他讲 真的是这个美红 是可以跟的 就好像昨天 我在马来路讲 这个behold这个人 我可以follow 我可以follow 我可以相信他 所以可能他就成为 我的生意伙伴 所以我就必须 每天讲 每天讲 不是讲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听 也讲回给我自己听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 一个committment 为什么 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讲了 我下一秒 我一定要实现 因为我不可以当讲 因为曾经也有 跟人跟我讲 美红啊 你只是讲而已 我听你每天讲 我就没有看到你做什么 对啊 我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不需要 做给人家看 我在做什么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然后我未来的成绩 也可以看到 是最清楚的 今天你觉得 我只是讲 你会讲的人 更加 你不会讲的人 我觉得是更加糟糕 因为你不讲 你就不会做 因为你没有负担 你没有责任 我觉得这个讲 是给我一个责任 给我的一个committment 所以我就是每天要讲 所以新人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从这边开始 我就有 我就有那一个能力 去跟你们分享 不是讲能力 就是我可以 跟你们分享 我是真的是 从这个 我真的是 因为我没有 不像你们其他的新人 有很好的一个领导师 那个领导 去带你们 我没有 因为Mona现在 也忙着在上课 然后有时 偶尔我问她 她会回答我 但是我觉得讲 我在Dampayaki 我写到很多 然后我也不需要 讲每天去打扰她 因为她上课 有她的时间 我也不方便去打扰她 所以我就从这边学习 有一些资料 我就从这边知道 是真正到 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就会找她 这样哦 所以是真的是 从这边 把我train出来 然后我还会走下去 因为我想 跟其他的老鹰一样 老老鹰一样 像你们这样 我也希望真的是 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完成我的梦想 去旅游 然后尤其是 见那个 那个Dolphin 那个海豚 因为为什么 你看今年 因为我一直跟我讲 我一直跟我老公讲 你们没有去 巴默的时候 可能是等我 我讲是可能 等我一起去 因为你看 你们今年 看事 可能那个 什么CVM 上上舞台 就是可能 有一天 我去 他们就是去 这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 讲 我真的是 可以去到 CVM舞台的时候 是去巴默去 看那个海豚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要讲 关于 Aloe Vera Jelly 我真的 想到这个Aloe Vera Jelly 我也问了 我有没有在这边 分享过 就是我有一个 下线 我的VIP 他就买了 那个Start the Journey Pack 我就拿去给他 我就教他用 用了过后 一个月后 他就有 Repeat Order 叫我送去他家 我就送去他家 然后我就讲 你有没有用 我叫你用的东西 叫你用 有没有 他就说 有啊有啊 有用啊 结果我就把 那个卢慧之流 罐去放在 他的箱子 补破箱里面 我就看到 里面有牙膏 我讲 牙膏 我讲 因为他讲 关东话吗 我就讲 为什么你没有用啊 我问他 他讲 有啊有啊 我有用啊 用晒了 没有啊 这里就是牙膏啊 他就讲 没有啊 我要用啊 我讲 没有理由啊 牙膏才一只 他就进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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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浴室里面 拿那个 Aloe Vera Jelly 出来 你知道吗 我看到 我讲 谁咯 我讲 为什么你用这个 我讲 我讲 那个不是牙膏 那个是 我问我老公 我老公讲 是哦 他讲 青丝那只 我就以为 这只 我讲 这只也是青丝啊 谁就读 读 读 我就跟他 叫 读 读 我就讲 你用错了 他讲 谁咯 没关系 他怎么用 我用着 没有美的 他讲 有没有 那个 什么 我讲 对了 你用错了 我讲 你都不死 还站在那里 帮我说话 他很好的 没有伤害你的 我讲 他讲 死了 这样都可以 我讲 你拿去放回厨房 那个是给你什么什么用的 牙膏是用之子 所以你看 我觉得 Aloe Vera 我们这个 芦荟公司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很健康 Aloe Vera Jelly 拿来查的 他竟然拿去刷牙 刷到要完了 他都没有事情 我就觉得 也很不错 所以这个就是 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真的想到这一个事 我真的每天就要笑 每天跟人家介绍牙膏的时候 看到那个 Aloe Vera Jelly 就很 很想笑 这个case 但是OK 真的是给我们体验到 它就是这么健康的 Aloe Vera Jelly 拿来刷牙 人都没事 也不会讲 去伤害我们的肠胃 还是什么 你看他就是 如此的天然 如此的健康 然后就一个 就是在 其实我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Jackie有没有在 Jackie 谢谢你 因为为什么 你真的是 启发我更加多的东西 从 我有听过你的主持 你的Zoom里面 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说 你怎么出来做 怎么辛苦的做 但是在里面 你给我启发到更加东西 尤其是那个石头 水 从里面出来 这样 真的让我有 另一个层次的启发 真的是谢谢你 你帮助到我很多 其实 然后还有那个 Jangunik 从以前 那个Out of Fort 第一次 不是Out of Fort 是Star kit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拿着那个杯 放在摩托那边骑 你看 所以我为什么 很想去知道 因为我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 在每一个老师 每个师父都好 每个领导 每个精英 老英都好 在他们身上 每一个人 你肯定会写到 一样东西 但我 我不是鼓励人家 讲 我要去学师父 这样 因为师父是师父 我是我 Seline是Seline 我是我 但是我会去学 Seline的一个point 两个point 三个point 学Jackie的一点 然后学那个 Sean的一点 我会记起来 变成我自己的一个人 因为 这个 因为我们把人家的 一点一点抽来 我们做我们自己一套 弄出我们自己 最好的一套 才是真正的我们的 因为我们 我不可以讲 死操Seline 为什么 因为Seline也是帮到我很多 尤其是在 香香香香 给我上到的 AM的 真的是 因为我拿她的point 可是 那一点我拿她的point 我怎么去做 因为方法肯定是不一样 我们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讲 去听每一个课程 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不要讲 这边听了 那边出去 吸收 把它 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上 把它落实在 我们这个永久事业上 我是觉得很棒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落实的话 你永远是不会成功的 讲真的 因为我试过了 你只是一直想 一直想 好像刚才师傅有讲 黏着 黏着 因为很多激励员 他都会跟你讲 你的梦想就黏着墙壁 可是他没有教你怎么去做 他只讲 你把你的写住 以前我就记得的是UPSR SPM 我们有一些激励课程 校长会请我们 你要把你的 考到7个A 考到10个A 把它写着你的 那个goes 粘在那边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 你要去用功读书 你要努力温习功课 你不会的 他不会教你这一些的 他只会讲黏着 黏着你就会吃得饱吗 看得成功吗 我不觉得 所以做什么都好 学什么都好 一定要把它落实 不管好是坏 你要被拿他的point来 落实在生活上 去add 出你自己的另一套东西 因为每一个领导讲的东西 不一样 都有他们的一套的 就好像Yuslinda 她是C9的那个Kick Queen 所以她有她的一套讲的 她是在 Zonez怎么做 她的Facebook Live是这样做 她有她的一套的 师父也有一套 Seline也有一套 Olive也有一套 Abbyel阿曼 全部有她的一套的 所以你可以每天去看 因为好像我每天就是 我错过很多 以前 因为我到现在才 Join933系统了 所以我就会在 我制衣服的时候 我就会开 我就会听 我不管我听过 我就一直听一直听 肯定会听到东西的 因为你会从每一个句子 你会去领悟到 然后你就会拿出来回想 因为我从这边 我要怎么学习 我要怎么做 所以你从那边 你可以才启发到 每一个人 才可以让你更进步 所以其实我讲真的 是帮到我很多 然后我希望讲 不要MCO开了过后 没有这个 Dembayaki 为什么我在丁迦奴 然后我没有办法 去到你们那边 每一天早上 去听你们的早会 因为我不是在那边 所以我就觉得 官单人很幸福 有师父师母在那边 以前会去到 一个地方 跟你们meeting什么 我们没有 现在通过Zoom 是给我们最好 一个学习的平台 所以我是觉得 要继续守下去 还有不管是在线里面 的是新人 旧人也好 旧人是肯定 我还有更加多的东西 要从你们 掏腰包 然后我要offer一下 这边 各位领导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 course 是很好的 可以跟我分享的 其实你们可以 邀阅我进去 因为我是很好学的人 我要在这个领域发展 我要学更加多 所以我不要只是 通过每一天 只是 Dembayaki 然后一些Zoom里面 我要额外的更加多 所以如果你们 允许我的话 你们都可以邀阅我 我都很想去学 更加多的东西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我今天 要分享的 谢谢 OK Thank you 越来越厉害 口才越来越好了 来 如果在你手上的话 你有这张东西 在你手上的话 你永远都会找到答案的 好不好 所以不要放弃 记住 做Forever Living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断来 刷电就对了的 OK 人就需要刷电 OK 然后谢谢美容的分享 Next 我们有这个 为什么阿Biel不见了 阿Biel的手 有啊 我有在 我的脸有在 OK 来 阿Biel来 OK 大家早上好 OK 今天是星期二 对不对 所以想要先跟 Michelle讲一声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梦想成真 OK 所以很谢谢 刚才有两个朋友 分享 就是娜娜 还有美红 真的是分享到很棒 然后我觉得娜娜 真的是你第一个 按那个手的 我觉得真的是 那一个 勇气是非常得好的 因为我还记得 刚刚开始 在办Yaki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个 按手的 受编程 真的是要连续下去 那一个 对这一个 第一个分享 要真的是要 坚持下去 然后后面一定会来 很多好的事情 然后还有美红 真的是很棒 你讲你要 进去人家的 group里面 听coaching 其实我想邀请你 来我的group 帮我做coaching 可以吗 OK 所以大家可以 互相的 烧来烧去 OK 所以三个 非常地开心 然后很感恩 大家一定要 平平安安 然后健健康康 然后一定要 做好 这个安全措施 OK 然后呢 就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刚刚 刚刚的 那一个 art of war 我觉得真的是 全部人的心中 都有一团火 对不对 然后就被很多的 那些新的speaker 烧起来 所以当然我们的 每一个人的组 我肯定相信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组 也是一样 所以变成 after那一个 art of war 过后 我就一个一个 去PM 我的那些下线 有加入的 因为我们是早上 10点到下午 差不多6点 所以每一段时间 我就去看 我的下线 还有没有在里面 你懂吗 我就一个一个 去检查 有没有在 哪一个还有在 然后哪一个 是留到6点的 所以我就觉得 很棒 其实大概都有 80%我的下线 都有留守到6点 到Desmond分享 他们还有在 所以变成 那一些 他们就会 得到很多的那一些 我觉得 除了是 技术方面 讲真的 我们听了 这样多堂课 这样久的时间 我讲真正老实话 我的脑都很满 连我们这种旧人 我们其实吸收不到 100%的 讲真正老实话 但是我们得到的东西 是什么 是心理电射 我觉得这一个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 给他们 那个电射 就是他们出道 去外面打仗 他们是不会死的 一个蟑螂来的 所以变成 我觉得这一个 比那些技巧 那些怎样去做 那些我觉得 更加的重要 我觉得 然后我就 过后我就问 每一个下线 我就给他们选 你们听完了 out of work 我就给他们选 四个东西 我讲 第一个客户 第二个就是 salesman 第三种 就是那些客户 用到很好 然后他们又会 大喇叭 又会一直去卖 卖散货的人 或者是第四种 老板心态 我就问他们 你要哪一个 然后你知道吗 100%的人 他们打我什么 你懂吗 他们打我第四个 他们要老板 他讲什么 我讲 错错错错 我讲 我要一二三四 四个我都要 我讲 当你去见 很多的人的时候 你肯定就会遇到 这四种人的 而且这四种人 我们都需要 他们在我们的 组织里面 我讲 你听了整天 难道你听不出来 其实 我们就要成为 第四种 可是我们的组织里面 一定有这四种人的 所以他们很多 常常都会忽略 去照顾那一些 小小的客户 他们会一直觉得 我要找Fighter 我要找Fighter 我要找好像美红 我要找好像Jackie 我要找好像Seline 我要找好像 City Rafita 这样子的人 所以他们就会忽略了 那种 可以帮你卖两个CC 五个CC 那一种客户群 我讲 以前我们也是 从客户出来的 但是今天我们会把 转型成为 这个老板的心态 就是因为我们的上线 有真正去用时间 去栽培我们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们 这一个观念 这四种人 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要 很好的去照顾他们 所以过后 他们才发现到 原来是这样的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心理建设 是很重要 然后过后 我有一个下线 他也是听到完 到六点 他是一个护士来的 他听完了过后 第二天我们晚上 小时候的梦想来的 而且我很喜欢做护士 他讲 他之前是这样 跟我讲 然后昨天 他WhatsApp我 他跟我讲 Abel 我跟你讲 我发现到 我进了 还有这个 Tepan Yaki过后 我开关了 我觉得 我的梦想 不只是这样子 我讲 我没有想过 Forever的人 全部这样多的 九大万 坐在家里 就可以坐 他觉得 他自己每一天 上班这样辛苦 而且每一天上班 是等下班的 然后等下班 然后还要买东西回家 Momo Nohi 他的孩子的需求 可是有时 因为钱不够 他的孩子要什么 他就 他就满足不到 他觉得 他觉得 这个不是他要的生活 所以他就因为 这一个 整个环境 而改变了 他整个 那个思想 所以我觉得 那个impact很大 所以变成我们真的是 要好好的去 filter 那些真的是 来听课 然后已经 吃了很多 speaker的 口水的 这些人 我觉得真的是 可以把他们 变成大将的 所以这个是 很好的消息 然后第二个 刚刚 我们在Facebook 有签到一个 新朋友 他就看到 他被水烫到 然后他就 在Facebook 讲 我被水烫到 手很痛 什么什么 然后Akim 他就看到 他就WhatsApp PM这个人 给他 你一定要用这个 Jelly 然后过后 我就PM他 因为他是女孩子 我就PM他 所以PM他过后 我就立刻 给他知道 这个Jelly的用处 然后要怎样用 怎样用 然后刚好 他也是来关单 所以我就直接 Send那个Jelly 给他 然后我就 直接跟他 拿那些资料 我讲 我会给你一个 Discount Card 15%的 所以你只是 需要付这一个钱 然后给我 这些资料罢了 然后不到一分钟 他就把那些资料 Send给我 直接进我们的 Forever会员 我觉得现在 真的是进会员 好像 吃上菜 这样子 所以变成 不要跟他讲 你要进Member 什么 不用问他 直接跟他讲 你给我这些资料 我给你一个Discount Card 然后他就直接 Send IC 给你 直接进资料 给你 所以是 很好玩 很兴奋 然后 还有什么好消息 其实很多好消息 好像今天早上 我在我 里面 早上就跟他们 讲了 一个骆驼故事 上线记得吗 以前我来Forever 我很喜欢听 上线讲故事的 而且每一堂课过后 一定有一个故事 来结束的 所以我很喜欢 上线的故事 然后现在 我就把这些故事 变成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就把他 每一天早上 就有一个 motivation的 story 来start我们的一天 所以给他们 更多的启发 给更多的那一些 更多的 好像给他们 更多的信心 和心理建设 这样子 所以讲故事很好玩 但是要讲出味道 很难 所以希望 上线 讲更多的新的故事 给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 把copy 变我们自己的故事 OK 给机会了 谢谢大家 拜拜 OK 谢谢 哇 很棒哦 你看哦 你看哦 不是只是 Art of War的讲师 会带出一些 一些东西 你看哦 连参加 Art of War的人 他们的领悟 也不一样的 你听他们分享 你又拿到 不同的点 好不好 所以我们谢谢 阿Bel的分享 然后next 我们有 Olive还是Sean Sean OK Sean来 OK OK 大家 早安 Yes Good morning 然后分享一下 现在的心情 就是 什么要讲 期待 然后又很 刺激的感觉 OK 就是要追的东西 就是要追 OK 然后呢 很感恩 很感恩 就是 也是一样 在阿Bel 我看到 一个整个的 团队 整个的 mastermind 因为整个 就是一种 叫做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的一种 感觉 这个就是 以前 一开始 做佛 的时候 自己是最喜欢的 东西来的 所以才能够 在一个环境里面 呐 待很久 耐很久 因为刚才听到 美鸿分享 的情况怎么样 是想跟美鸿 讲一讲 OK 我和 Dekid 老老老老老老的 油条 OK 都经历了很多 很好玩的东西 啦 讲真的 OK 最主要还是 我们的心理建设 要做好了 心理建设 要做好了 我 怎么来讲呢 就是我们在关单 start的时候 整个关单 我记得印象中 没有错的话呢 我们关单 start的时候 也 Superwise 也开始讲课 OK 也没有什么东西 也是这样子打 打出来 打出一片天 所以我们要 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 然后去创造就好了 看到美鸿好玩 他是一个很 又很DI的人 很喜欢 又很想公 又很想讲话的人 他看他讲话很爽的 真的很爽的 OK 每次Tapanyaki 都听他讲话 即便爽一下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DI的 OK 所以我就 很喜欢听他讲话 OK OK 然后呢 就讲一讲 Out of War Out of War 最好玩的就是 因为有一只 邀请下星期 大概 自己的PMN 印象中 好像是十多位 十多位PMN 我们邀请下来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看哪一个 有Stay到玩 最好玩就是 有Stay到玩 有几个新人 有几个新人 他们刚刚Join的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他们从早上 一直到六点 他完全没有离开过 完全没离开过 因为我们刚才讲 你不要拿电话来看 你记得拿电脑 或者拿Laptop来看 你的电话会没有电 他就很听话 就拿电脑 或者拿Laptop来看 OK 有些是在上班的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 停一半 然后呢 就回到家呢 继续再听 因为我们看到 这种伙伴 他们学习态度很好 很好 就是 就觉得 应该要再去 跟进这些人 因为他们听到更多 他们impact会很大 impact会很大 所以昨晚呢 自己也有做一个 小线 一开始是给一些 B&M 大概有六七个人 就让他们分享 因为他们没有在 整个星期的 分享到 星期三的 就让他们分享 听一听 他们到底 讲 听一听 他们讲的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们才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去 follow up他 然后怎么去 touch他 怎么去touch他 OK 然后呢 也有一些 他们只是有 join到早上的 早上的 然后我们也是 从这边 去了解到他 听到的是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好好去follow up 有不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呢 已经有下次呢 开始说 你星期五得空吗 你星期六得空吗 因为他们也是 part time时间 OK 他们已经开始 在做一些 安排这appointment的东西了 所以呢 每一个会议 真的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 有时候 有些东西 是很好玩的 有些东西 在阿罗沃 事实上 一直有跟他们 有在提了的 但是由别的 speaker来讲 真的是 真的是 Inshallah 看好多功夫 真的是 这个是最好玩的东西 OK 然后昨晚呢 after 有做完那个 小型的tapayaki 给他们分享过后呢 就有开放一个 我们就讲 有讲这个system 这个system form的东西 OK 就是把里面 很简单的 学到东西 或者是听到 就立刻要去apply 才能够把这东西 变成是自己的东西 因为不然我们只是在听 我们不能够把那东西 变成自己的 OK 听完就会忘记的 听完就忘记的 直接就跟伙伴们 开始讲这个form的东西 这个form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 做forward的时候 已经一直在用着 东西来的 所以很多新人 都不知道嘛 所以就开始跟他们讲 为什么那个名单 这样重要啊 FORM很重要啊 然后那个network map 很重要啊 怎么来画这个东西 就是跟他们聊聊聊 大概就聊了整个 谈了整个小时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OK 然后呢 刚才 那哪讲是 格达那边情况 蛮严重嘛 所以呢 也是 也是讲真的 也可能有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说呢 我们去follow一些 格达的一些顾客呢 OK 他们的反应呢 就和之前有不一样 开始有一种 比较紧张的感觉 就是希望从这样子 去follow 格达的人呢 OK 就那边人能够 重新爆动一波出来 OK 所以每一个lockdown的地方 每一个危机呢 都一定看到 有一点一点的转机的 肯定不会死的 肯定不会死的 OK 就是这样简单分享了 这个月呢 我们在聊之 和Olive在聊之 做一个大挑战了 OK 大挑战了 就是在安排着 我们聊着我们的PNM OK 要挑战200CCPNM OK OK 就这样而已 OK 谢谢 OK OK 来 Next 还有Celine Hello 大家 早上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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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Depayaki 我要分享 我要早早举手啊 所以大概那个时间呢 你要等大概 20到30分钟呢 现在美红哦 我觉得哦 你不是要参加 Course啊 不要讲得对啊 我觉得我要 我要听你 我要听你讲课啊 现在 真的真的 非常的好 所以呢 三个心情呢 今天觉得要很感恩 然后呢 真能量 然后呢 要很兴奋 OK 因为要感恩的 就是呢 大家要健健康康 因为现在要平平安 因为那个 那个病毒哦 又倒回来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 少一点出门 但是要出门可以 但是要做好那个 安全的那个 防 防什么啊 防什么 怎么讲啊 防腐机 安全措施 防腐机 啊 这是不好啊 华语不好 不要坚持 防腐 防腐 什么安全措施 安全措施 要带套 带套 你们要喝这个 你们有这个货 有没有 要要 全世界啊 所有这个防腐机 它就是黄了啊 我跟你讲 我有100箱啊 防腐机 谁要谁要 我跟你讲 就是啊 这个就是啊 要捉紧这个机会了 都讲笑话 所以我要祝Michelle Happy Birthday啊 祝你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今天生的 然后呢 什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我前两天 三个星期呢 就去那个G&T 拿东西 在Shoppy买东西 好不好 买那个帮车好不好 OK 然后过后我就 因为话没有到 就很紧张 就跑去TheWay House 哎好消息你知道吗 我去TheWay House 我就认识了一个 21岁的年轻人 OK 年轻完了 21岁 然后他是那个store的 他是那个 storekeeper 他就是在 在守那个store的 然后在那边工作的 然后我就 他就问我 他就问我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拿电话号码咯 然后我会做什么 然后我就约他出来嘛 然后昨天我就约他出来 在 Makdonald在谈咯 过后哦 我跟你讲哦 我就成功 把他签下来了 我跟你讲 现在有那个apps 是很容易的 好像阿彪要讲的 就直接 就直接拿出来 就跟他讲 OK 现在你加入 我跟你讲 这样就90块啊 你可以拿到90块的woucher 你跟他说 你不用跟他讲 什么sign member的 就跟他简单不了 他讲 有woucher拿哦 那我就直接 他就很有兴趣 你知道吗 过后就直接 帮他签下来了 我开始用那个 我们的new brand 你知道吗 就是5% 个35% 我跟你讲 很好玩 真的 就是给他们 现在就开始 要去 去 灌输啊 这个概念了的 因为哦 将来我们就是 要跑这个 这个plan了嘛 就是对这新人来讲 他们已经有一个 准备的心态 然后就是 现在35 这样子改天 是30 我讲你active 你就拿到35 所以我跟你讲 我看到什么 明年如果这个plan 在跑 我跟你讲 非常兴奋 5%跟35啊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会啊 都会想到 一定要35% 我跟你讲 所有的manager 恭喜大家 一个VIP有700多块 超级超级的兴奋啊 所以这个就是 好的一个开始嘛 我们要去 因为公司能够 推出来的东西 它是最好的 因为他已经 已经是未了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 适应他 然后呢 要去接受他 然后要去执行他 一定要去执行的 不要讲 不可以啦 我的Google很难交代什么 不要去想那些旧的客户 我们要去开心的 要开心的客户 当然阿彪讲的对的 我很同意阿彪讲 我们的network呢 有四种人 然后呢 其实更加容易的讲法就是呢 如果你进到地下 有5块 10块 50块 你会试哪一张 所以我讲会试100块的 然后我给他两个cc 我跟你讲 当然通通都拿嘛 对嘛 全部都是钱嘛 同样的我们的network 这四种人 我们全部都要 所以很兴奋的 下线上了这个 252 我跟你讲 连续啊 一二天的晚上 就举行这个GEP 就是online的 就直接签了 三个 三个VIP 三个VIP 然后我觉得啦 我也是忽略了 我这个老油条 我跟你讲 其实哦 我觉得啦 这是开始哦 又去教了的 不是要等到这个Course啊 就是啊 如果我们有新人哦 我们就可以开一个Zoom 就可以教他 现在你是AS的level 你要做什么东西 因为有些人哦 他们已经 他很兴奋 但是他进到来 他不懂要做什么 他就看到人家赚5千 10千 但是你要明白吗 你是一个AS哦 一定有你的AS level的工作的 就是你的那个 你那个 哪一个park啊 你要赚多少钱 就是你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去 要去教导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忽略了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 一定要去执行 更加兴奋的哦 Sapa现在哦 好像是要lock down了嘛 对吗 Center也咚咚了你知道吗 KK Center开始 7号开始已经要关了 然后呢 我接到我朋友的order哦 他叫我你想办法 帮我寄一箱芦荟汇汁过去 他叫我想办法你知道吗 我就在挖头啊 怎样寄过去哦 然后呢 他讲你帮我寄 一箱芦荟汇汁 寄半打的蜂蜜你知道吗 所以啊我现在啊 要去找那些logistic啊 我去想办法 我要将这个货 寄过去给他 因为不是赚钱 是因为他真的需要 这个产品 我跟你讲啊 那轮回的那个demand哦 真的是哦 那个人没有轮回啊 真的可能过不到日子了 因为很重要啊 他要detox里面那个读书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消息 所以呢我们重点呢 今天呢一定要除了计划 我们要我们一定要执行 我们要action 才有我们的equal 我们的那个成绩 所以呢大家都在追嘛 现在是new day啊 我们这个last quarter了 ok 所以大家都在追大家的目标 所以我祝贺大家 所有的目标都能够完成 你要祝福我 2500箱一定要完成 这个是个挑战 ok 这个是个挑战 这2500 我真的是我觉得 不用紧我们去am他 就是去创造一个 新的一个record出来 ok 所以这个月我要完成 我的1500机器 所以我最少我要做了 4到500箱啊 所以呢很兴奋 不用紧我们的record 就是要不加的嘛 对吗 so ok 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哇 我们last来 last我们有eddy 哈喽 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好 很兴奋 所以我非常兴奋 是为什么 因为车都停在路边 听你们的分享啊 因为哦 听你们分享 驾车很危险 因为一直踩油啊 一直得干瓶 你知道吗 so ok 所以三个心情就是 很兴奋 很健康 然后很感恩 然后很感恩 有大家的一起哦 然后这边呢 要 祝Michelle的生日快乐 ok 所以来讲的话 是很感恩哦 因为大家都很正能量 然后让我在这边 学很多东西 尤其是新的 新的人哦 你们哦 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所以要谢谢你们 好不好 所以来讲的话 第三个感恩就是 我们所有的身边的朋友 都健健康康 非常感恩哦 然后的话是 但是进来哦 我们都在看那个股票啊 你知道什么股票吗 就是那个 Covid的股票好不好 上上下下刺激 对不对 但是我比较喜欢 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昨天 我遇到我一个朋友哦 他每次跟我讲的东西 都很 都很 negative啊 现在的人 他们都很negative 都会找理由去失败哦 然后他就跟我讲 哎 你做博会我 怎样怎样怎样 等一下又会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讲都都是很negative 好不好 然后我跟他讲一个东西 我讲 你知不知道我 博会我这个生意啦 你无论怎样的一个情况哦 你都会很好的 你知道 你知道我这样子跟他讲哦 他会很奇怪好不好 因为哦 师父跟我们讲过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每次我放在我身边 我讲 一个人在 好像上次 我跟我们讲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人有三岁的我嘛 对不对 你要明白 三岁的我这个时候的话是 你很旺的时候哦 你可以帮助到你的团队 当你很旺的时候 你团队哦 就算他多差 你都会帮到 因为你的 运气很旺 然后如果你运气不旺的时候 你讲哦 在forever罢了啊 其他的地方我不敢讲啊 forever的地方哦 是一个可以借运的地方 这个是 师父以前跟我们讲的 为什么 你看哦 很多行业不能借运好不好 以前我们有看一套戏 叫 戴戏戴对不对 戴戏戴 这个的时候 定还要怎样赢他 他找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老秦婉 他去找三个 整个香港最 最有钱 最好运的人 去跟他打那场仗啊 你知道在 forever living的话是 只有forever living这个 platform 可以借运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在你的行业 接不到运务 是因为你那边没有这样子的人啊 但是forever这边的人哦 你要找哦 五个数字的人一堆 找六个数字一堆 要找很厉害的人又一堆 你知道吗 so如果今天你想哦 好像我跟他讲 如果今天你讲啦 你的命啦 算出来是很 差的命啦 你下面有三个人 一个叫 Jackie Tan 一个叫 Alex 或者一个叫 Ashan 或者一个叫 Lucita 你会穷吗 我问他 他在那边挖头 又是哦 我讲对啊 你不做你亏罢了吗 所以在forever living的话 是不管哦 现在整个马来西亚 会变成怎样哦 你要在这个 platform成功哦 你不可以离开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们咬着forever不放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这边呢 我们插 插给腰寒啊 因为这边是可以借运 唯一个地方 我可以想到的 就是forever罢了 so我目标 设立这个月哦 我跟你说 很兴奋 F2D 一定要完成 所以12个VIP 在追着 然后大家哦 要祈祷 我一定达到 谢谢 OK 谢谢 OK 来 谢谢Eddie的分享哦 很激烈啊 哇 要借运啊 真的 要借快快借 很多好运给你借好 OK 来 我这边有一些 东西要分享的 就是我有收到啊 我有收到这个 Oka 你们懂这个 Oka Oka Mizu Oka Mizu 的 那个老板 他有 传一些资料 给我 OK 这个是关于 在日本啊 这个刚刚啊 8月的 这个 Japan Research 他讲啊 这个Ozono Ozono是可以 Neutralize Coronavirus的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 那个 The Star也 登得出来 那么我们就去问公司 其实很多人哦 要买的 因为现在是最 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啊 因为Covid-19又回来了嘛 那么变成哦 不过公司 他们又没有想要卖 所以变成哦 我觉得很可惜啊 很可惜 因为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我们是蛮需要的 我们很多伙伴哦 在Saba 在根大 而且在雪兰 还有很多地方都开始 在shopping mall都已经 全部被 感染到了的 所以我希望哦 我们的伙伴哦 要懂得怎样去照顾 自己的家人啊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家里 每一个人 有一台这个东西 每次你们回到来 记得一定要消毒的 那个手啊 你买的东西啊 你打包的东西啊 一定要放在这个 Oka Air的前面哦 去消毒一下 OK 那么这边 因为公司 他没有卖了这个东西 不过我 我还有一些货啦 所以我是觉得哦 是我们的伙伴哦 我可以给你们 一个小小的offer 因为这个 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有卖的时候 我们也不见得 我们很多的FBO会去买 因为你们可能感觉 那个价钱太贵了啊 因为它的大价是 3888 OK 我用了很久 这个东西 我用了大概 超过五年了 我跟你讲 非常的有效的 我家里哦 一粒灰尘 你要找 你放那个大光灯 你就照不到灰尘了 你知道吗 很干净的 因为我 我家里是每一天 开最少 开十多个小时的 every day 每一天 我都会开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边呢 我希望啊 如果你们 有你们这边哦 有谁哦 你需要这个product OK 我可以给大家哦 一个很特别的价钱啊 是一千五百块吧 因为这个是 三千八百八十八 manager的价钱 也要两千两百多 OK 一千五百块哦 除了你拿到这个 家里这一台哦 我还送你一个车的 OK 你们车里啊 有时你们驾车出去哦 你们有 下去哪里啊 可能也会感染到一些 一些病毒啊 还是细菌哦 你那个车 你这个东西 你插住 然后它一个车的 小支的 插在你的车里面哦 它会帮你整辆车 都会消毒的 OK 所以你们如果要的话 你给我知道 OK 你给我知道 只是offer给你们罢了啊 这个 因为公司 你们也 公司也没有卖了 你们要买 很多也不舍得买 因为manager也要两千两百多块 那么我给大家哦 就是这个一千五百块哦 你会拿到这个 Oka Air 跟这个 那个 Car Detoxifier 那么我只有十台了 10 只有十台了 所以如果你们 谁要的话呢 你给我知道 OK 尽快啊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没有的话 卖完了就没有了的 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呢 也是Michelle的生日 Yes 还有那个 Oka Air 基本上很好用 因为什么呢 因为Oka Air 我去年 我出了二十多架 所以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Oka Air 它出了 COVID-19之外 如果 如果你们 有顾客打个 比如KPJ 还是Dinos 那个Center 它也是有 用住 它用住这个 Machine 因为我的顾客 就是从那边 他们发现到 这个Oka Air 可以帮助除了COVID-19 就是把我们家里 很臭的味道 比如你的车 有Durian 是不是 你放这个Oka Air 不是放那车 放这个 它可以取掉那个味道 这个很好用 这个Oka Air 然后我们的 Maintenance Piece 这个Oka Air 是很低 因为我们只是 需要换那个 Ozone Plate 罢了 然后其他 基本上是不需要 但是 记得不要碰到水 碰到水的话 里面会 生锈 然后会出问题 罢了 这个我要分享 给你们知道 罢了 这个Oka Air OK 所以你们听到 因为我们有很多 很多Leader 有舍得买的 我们讲 舍得买的 Manager家里都有的 所以你都看到 他们都在用的 这个是保护 我们家人的 很重要的 OK 所以这个 1500块 Oka Air And Car Detox OK 这个是很特别的 Manager都买不到 Manager都要2200块 OK 2000了 没有CC的 这个东西 你要CC 公司没有得卖了的 没有办法 有CC的 这个你们要就快快买 因为我只有10台罢了 你们没有拿到的话 就没有了的 这个东西 好不好 OK 所以要就赶快 美红要一个 OK 好 我会reserve给你 OK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今天 我们有一个Leader 我们生日 就是Michelle Michelle生日 Michelle有在吗 Michelle Michelle有在这边吗 Michelle上去拿东西 去楼上拿东西 拿东西了 OK 来不用紧 这样子 我们要唱生日歌给他听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这边唱 然后Richard唱给他咯 哈哈哈 有吗 有在吗 多了晚上就唱了 我们准备唱生日歌给Michelle 来 我们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机会 我们只有在online跟他进去 出发了 OK 来 有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好 OK 来 我们一起唱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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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祝你 因为心想成啊 步步高升 身体健康 OK 祝你青春涌祝啊 天天都一天 一天美丽啊 啊 OK 谁要唱给我听 Yeah Thank you OK 还有谁生日这边 除了Michelle 还有谁生日 还有谁 还有谁 快快来 O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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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也唱多一次 OK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恶意 Hexy Birthday to you Hexy Birthday to you Hexy Birthday to you 迎奖世成 步步高升 今年CPM一定到手 加油 Yeah 加油 OK 爱你们哦 谢谢大家 来我们看啊 现在这边有谁 有谁有要的 来美红还有谁 Miss Young是谁啊 Miss Young Miss Young我的下线 我的新兰 OK OK Miss Young也要 Miss Young也要 OK 说两个啊 OK 好 还有谁要 Eddie也要 OK 三台没有了 还有剩下七台 还有吗 还有人吗 等一下我再给你知道 可能会要多一台 OK 好好好 OK啊 So OK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碟板烧就到这边 最后我们以我们的口号来结束 OK 三次 OK 1 2 3 Yes G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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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G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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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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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